大家好 又來到一家宋時間 奇哥已經走了 大概差不多一個禮拜 我都永遠懷念他 我懷念他之餘 更加懷念昔日在泰國 這個夜場的感覺 所以今次這條影片說什麼呢 介紹曼谷 三大夜場好去處 所以大家記得 讚好訂閱和分享給別人看 還有記得按下我這條影片 重要性資料片 去到泰國怎樣認識女生 就考驗這招了 大家都知道泰國 都知道是喝酒的地方 泰國人也喝得 旅客也喝得 所以我都會介紹三個地方給大家 去到可以喝一下酒 亦都可以感受一下當地的音樂 和當地的文化 我第一個地方介紹的就是 眾所周知 為什麼我還要介紹呢? 其實這個是歷史價值 我初時去到泰國 我第一次去的夜場 就是這個地方 RCA 66 和Onix 這兩間其實是分開的 分開 為什麼介紹這個地方呢? 這個就充滿了我和阿奇哥的回憶 我和阿奇哥第一次去泰國 就是在這個地方 認識第一個新朋友 就是在Onix 那Onix 其實我看到它這五六年都最美了很多 本音整個場都是disco 現在分了 有泰文歌的拍攝 Live band 中間有disco 還有陰音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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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分了三部份 我想說一下 其實呢 進去disco之前 記得 不可以穿拖鞋 為什麼呢? 穿拖鞋 是不可以進入的 第二樣是 不可以穿短褲 短褲也是不可以進入的 第三樣 有部份的disco 或者夜店 是不容許吸煙的 所以你要吃煙的話 就要出去門外面才可以吃的 這個 這個小小技巧 大家一定要知道 還有第四樣是 不能夠吸毒 或者不能夠帶毒品進去 大家都知道 泰國是 對這個 禁毒 都不為餘力 但這個小小心點 有什麼呢? 我自己眼見過 夜場裡面 也有些人會兜售毒品 大家看到 有人兜售 就盡量比職 為什麼呢? 很多時候 你不會知道 什麼時候 有警察過來 查牆 一見過 你就有大件事 我繼續說 Onix 和RCA66 其實 對我來說 真的很有回憶 初時 我第一次去泰國 潑水節 都是在RCA裡面玩的 有個 不好處是什麼呢? 太多遊客 你說得出的 東南亞遊客 都有齊了 比如 韓國 日本 大陸 台灣 新加坡 菲律賓 我真的看到 差不多整個聯合國在裡面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 認識了泰國朋友 我跟泰國女生 男生一起去玩 他們的遊客 厚著臉皮 跟你去 用女生 跟你去泰國女生 那我都 唉 我的朋友不漂亮 有這麼大隻 你們都泰國得下的 證明 這個世界都很辛苦 都很飢餓 所以我也奉勸大家 Onix 或者RCA66 這個地方 都是一個起點 大家可以去到 感受一下 當地的氣氛 如果 大家玩完 這一部分 覺得有點悶 或者想脫離一點 就要聽我第二個地方 第二個地方是哪個呢? 就是Democ 在這個燙羅區裡面 就是在曼谷的燙羅區 Democ 都出了名字是什麼呢? 泰國上班族 中產那些 逢星期五六天 都在那裡消遣 如果你覺得 RCA Onix 已經玩夠 玩到厭 不想再跟外國的朋友一起玩 你就可以去Democ Democ 消費比較高 譬如 你開始走 那當然要 就算最便宜的 那個叫做 Red Label 都要三千多 三千多 那些Mixer 零計 那這個呢 都說過一件事 如果你去到這些Democ 或者中高價場 你裡面開啤酒的話 隨時會被人看不起 所以我跟阿奇哥 去到每個地方 都是開最低入場要求 就是Red Label 紅色的紅牌 就是Johnny Walker 那種紅色的 就是Red Label 而這個Democ 就是上班族 最喜歡好去處 為什麼呢 因為在裡面來說 氣氛是很棒的 就是完全可以脫離繁囂的感覺 就是完全把你的工作壓力 全部帶走 那所以呢 如果你說真的想脫離外國人族的話 那我建議你可以去抗羅區的Democ 那Democ 裡面有什麼呢 有中產 上班族 還有一些大學生 就是你們所說最喜歡找到這些大學生的朋友 你進去自己救姜 就要認識一下 所以呢 Democ 就是對於你們 可能說 玩厭了RCA 玩厭了Honis 他們呢 就可以去第二步 叫Democ 好 第三點 大家覺得 Level1 Honis RCA 玩完了 對Level2 Democ 覺得 唉 覺得都是十歲了 那這個呢 Level3 Level3 一下爆了 它是去年才開的 我都沒去過 叫做Babyface Super Cup 嘩 我只看這個預告呢 我不說的話 我以為去了一些什麼 台灣小巨蛋 啊 紅館啊 這些演唱會的級數 嘩 那些呢 我們都知道 電音呢 其實也有大趨勢 就是很多新的Disco 都開始玩電音的Live 那你見到 可能說 台灣肯定 都會每年都會有些音樂節 都不能少的就有電音 就算甚至乎歐洲 很多喜歡電音的人 都會來到泰國去聽 所以呢 而那個新的地點 是專門舉辦一些大型的電音節 那些人 那它還要有很多不同的美女 美女 明星啊 去加入這些卡片 所以呢 如果真的 你覺得前兩者的地方 已經覺得玩到艷難 玩到夠了 甚至乎想有些新的衝擊 我覺得 可以帶上阿蘇和阿奇去 去體驗一下 這個Babyface Super Cup 因為我們兩個人 如果我們兩個人去 就消費很大壓力 我相信 如果你開始上拼 你沒有萬多兩萬 進會的話 他都不招呼你 所以呢 如果去這些Super Cup 或者去Babyface Super Cup 我覺得 一定要聯盟結隊 至少要四至五個人 一起去玩 才會感受到的氣氛 而可能說 你想進去認識朋友 的話 奉勸你一句 就不要浪費時間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進去那些 都是一些 哇 筋量都很重的 除非你自己 可能都是筋量重的人 我也建議你可以進去的 但如果像我跟阿奇哥那樣 叫做不會很有錢 或者是想感受一下 就可能在門口走過 算了 我覺得真的 我真的告訴你 我看到他的這個門面 我相信都很貴 而現在實質的價錢 我還未知道 我還未知道 因為我還未去過 我見到他 但我見到那些裝修 見到那些排場 都不會便宜到那裡 所以以上的幾點 都是小弟我 阿蘇小小的 或者一門經驗 先去Onix RCA 再去Tonodemo 之後再去Egmai Egmai Babyface Super Cup 如果這三個點 你都挑戰完的話 沒辦法了 下次就可能要阿蘇帶你去 好 又到泰文歌的推介 唉 那 一說起Disco 就想起一首Disco歌 就是這些 很厲害的彈法音樂 就是這間公司去做的一首歌 叫做 Lap Dornberg Lap Dornberg 即是三個應該要開 裡面有一個組合 它是321 現實那單人 一個是唱Rap 一個是美泰的永濟二 另一個是純種的泰國小姐姐 他們就是在說 大家 可能說 A的泰國小姐姐 和B的泰國小姐姐 大家欠美 欠美 欠戴好性感 而有些衝突 而大家值得看的是什麼 他們的跳舞 就是 為何那麼多人 喜歡泰國的文化 因為他們跳舞 真的跳得很均勾 完全 是不會理會別人 覺得好看不好看 但他們會跳到那隻舞出來 我當時看 我覺得很古怪 跳舞 是不是真的這樣跳 結果 我去夜場看 泰國人真的跟他們一樣跳 一播這首歌 就是大家在一起 這樣 我又不太記得 怎麼跳 所以我告訴你 這些流行 其實真的 我們是我的盡頭 但當地人 就很跟隨這些流行 所以如果你想熟悉泰國文化 記得要多看一些 泰國的影片 尤其是阿蘇推介 因為阿蘇推介 手手都過億 這首歌 天經理都幾億 所以大家也可以 再看 阿蘇推介的泰國音樂 而這間公司 真的很不幸 我不知道 是不是 錢的問題 或者利益的問題 這幾年已經沒有更新 他所捧的藝人 他已經擱散了東西 這間公司 我相信 都應該收拾了 好了 那 我不說那麼多 大家先看看MV 去到最後了 看到我了 拿著電話 為甚麼拿著電話呢 我也跟大家提過 阿蘇奇哥 應該現在是很悶的了 我想到最後這一部分 就馬上視像一下他 看看他那邊的情況是怎樣的 怎麼按呢 是按這個了 咦 視像一下來了 來了來了 來了 做了怎樣呢 是不是 他在做了甚麼呢 我想問一下 你現在在泰國 即是在隔壁 隔壁的狀況是怎樣的 可不可以 告訴小弟 讓小弟感受一下 你在泰國隔壁的感覺 先說一下 隔壁的狀況就好像 在醫院 因為他很多事都不讓你做 即是讓你喝啤酒 又不讓你要外賣 即是我想吃飯 那裡都吃不到 我想問隔壁 喝啤酒是必須的嗎 但我想問 其實跟香港有甚麼分別 在泰國隔壁和香港隔壁 在泰國隔壁就嚴格很多 因為在香港 你量體溫 你知道自己的 那裡真的 你一人走過來 就叫你 對下你的顏頭 你不要發笑 但我想問 因為你的酒店那裡很貴 酒店很貴的 但我想問 是不是有醫護人員 一直在等你們 假設你們發病 會立即上來支援你們呢 還有我想問 那個護士是否漂亮 因為醫院很近 在隔壁 應該有一個叫海 如果有甚麼事 醫生都可以馬上過來 那至於你的問題 就是護士是否漂亮 真的不知道 他們全部包括 又戴上眼渣 又戴上那些帽子 那些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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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最後我想問一下 那 現在幫你探業的護士 是否保持著那個 還是他會不斷轉銀 不斷轉銀 去護士 不斷轉銀 但你都看不到什麼樣子 因為全部都戴上眼罩 那 如果假設我 阿蘇 過來泰國隔壁 你覺得有沒有能力 認識到護士呢 有能力 你當然可以 你這麼不斷 哈哈 好啦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 你何時離開 你何時放出來 你何時放出來 12月1號 12月1號 中秋節 好啦 那介不介意跟我們的網民說一聲 中秋節快樂 好啦 看眼睛 好啦 中秋節快樂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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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不可以休息 你自己一個應該都很辛苦 那隻左手 好啦 都常常要按滑鼠 那些東西 你看看我現在玩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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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真的 看來真的 看來真的很髒 欸 有什麼結他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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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大家 開始看到了 奇哥開始做浪子的感覺 要開始懂得彈結他 唱歌 哄老婆開心 因為始終回到去 不知道是不是要怕貴榴槤呢 就練下一首好結他 才可以做得到 好啦 我不說那麼多 你慢慢練結他啦 好啦 下次再見 好啦 拜拜 好啦 今天呢 就說了差不多 看到奇哥都 安然無恙 最重要是什麼呢 都健健康康 都沒有他之前的影片這麼說 說他很害怕 又發燒 又說不必入境 他現在都很精力旺盛 各樣的事情 所以都最後了 都跟大家說 希望 那個叫做 STV 即是那個 特殊女官官簽證 就儘快可以落實完之後 就把名額加大些 希望可以更加多人 像阿蘇那樣的 想回去 找些朋友團圓的話 都可以容易一些 最後呢 大家繼續支持我 和阿奇哥 今天的分享是這樣 和阿蘇那樣的分享 再見 大家好 很多網民 一直支持阿蘇 而阿蘇做每一條影片 都是盡心盡力的 在每一條影片的背後 都花了很多心機 時間 做很多不同的搜集 和重量的拍攝工作 雖然每一條影片 都未必適合這麼多人看 但都很開心 都有一班網民給予支持和鼓勵 而阿蘇在Youtube 剛剛開了一個 叫做專屬會籍的計劃 只需要10元 就可以加入阿蘇的專屬會籍 如果大家想給予多些鼓勵和支持 可以加入阿蘇的專屬會籍 而未來阿蘇都繼續努力 為大家做好更多的泰國文化 為宣揚泰國文化而努力 多謝大家